一句西楚礼制 新郎新娘成亲一事 上敬诸天下尊地灵 有请新郎新娘点香 祈求地灵庇佑家宅安康 无病无灾 香火越旺 寓意越吉祥 新娘请点香 我 我换一个 这怎么回事 我再换一个 妹妹小七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回父皇的话 馨儿应该是一时紧张 才没能点燃香火 香主倒了 不吉利也就罢了 大精小怪 成何体统 皇上 那香 那香一定是被人动过手脚 那香有问题 这些香都是宫内特制 又是朕亲自派人送到府上 你难道是在质疑朕吗 皇上 馨儿不敢 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做的 是他掉包了 他想害我 我 这天底下 最不希望我成婚的人是你 一定是你在害我 馨儿 你怎么能这么想姐姐呢 这香竹何香 一定是你弄的 所以才会故意倒下来 二小姐不要平白 无故栽赃陷害 大家都能看见 秋雨根本没有机会接近暗台 而且在喜竹倒下 二小姐惊慌失措的时候 是秋雨不顾一切 主动上前为二小姐挡下 那她是故意的 避免她漫漫口实 馨儿 我一直以为 我们之间姐妹情深 血浓于水 所以你多次栽赃陷害于我 我都当你年幼无知 不与你计较 但如今 你已嫁为人妇 且是二王妃 你那些见不得人的心思 还是收起来吧 父皇 秋雨身上还有伤 儿臣先带秋雨会去歇息了 好 快快带下去治伤 避免留下伤疤 谢皇上 不许走 谢皇上 你必须有罪障 放 放死 汐儿 还不快跪下 皇上 是微臣教女无方 还请皇上恕罪 汐儿 还不快跪下 求皇上数年又无知之罪 分明就是她做的 汐儿 慕容汐儿 你是糊涂了吗 跪下 汐儿 你难道忘了秋雨是你的亲姐姐吗 我没有这样的姐姐 你 住嘴 难道 这真的是天意吗 静香本来是为了吉利 心儿不光点不然降火 还让这场仪式草草收场 真是太不吉利了 看来上天 也对这桩姻缘不满呢 皇上 您是要将我 皇上 这段姻缘是您亲口欲赐 劝天下百姓仁尽皆知 若临时取消 这皇家未宴于何地呀 朕什么时候说过要取消了 只是天意难为 仙儿 做墨儿的侧妃吧 什么 什么 公送父皇 公送父皇 公送父皇上 你的伤 虽然是假的 那就好 很 alternative 皇妃好胃口 王爷心情也不错嘛 我还要多谢王爷 帮我将那些香调包 皇上他最是迷信 慕容新二之后的日子 怕是不会好过 本王才要谢谢你呢 把你那些计策 都告诉了本王 你可是觉得 我在利用你 你要知道 这些事情没有你 我也能做 我只是 我只是听见你说 让我学着信任你 我已经在学习了 这还差不多 对了 王爷 我有件事情要告知王爷 方才在席间 林末给我递了一张纸条 约我明日后山相见 什么 你要去赴约 不行 本王也要去 王爷别开玩笑了 此事非同小可 这场戏必须要做足 否则就会功亏一篑的 而且 是你说让我信任你 我才如实相告的 我吃完了 去散步 好 玉米 走 毛病 小ником 小anç 我 这aled 消息 是